大家好 百姓是頭家 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運教 今天的來賓第一位是 桃園市議員黃金平 大家好 平安 高校市議員陳莉娜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的羅有志 也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今天的庶民代表高峻峻 哈囉 大家好 淘基時尚最大規模的香菸走私案 竟然是國安局的總統侍衛 可以鬧出來的 而總統府也承認了 這些車輛只屬於總統府 當日所有相關勤務的車輛 確實都是由總統府市衛市的特勤人員 去做統一的調度跟派車 當日調度的車輛裡面 確實也有包括有特勤中心的車輛 有市衛市的車輛 也有向總統府所借用的車輛 特勤單位看來真的是螺絲掉滿地了 那麼最新的人事消息 就是要由邱國鎮來接任國安局長 那麼他之前是退府會主委 很多人說這個官差能夠再重新翻紅 變成國安局長也算是蠻特別的 最主要據說是他治軍非常的嚴明 我們就要帶您來回顧這一起 非常誇張的香菸走私案了 為什麼呢因為竟然是五度五關嗎 根據了解其實當時軍情局的 吳宗憲少校下單之後 這香菸被送到了華山倉儲裡面的時候 當時這些作業人員就覺得說好奇怪 因為數量異常太過龐大了 那麼另外一個異常點是 這些菸怎麼會裝到貨櫃裡面去呢 因為其實這些菸通常來講 應該是放在小推車送上飛機才對 所以當時作業員也覺得很異常 第三點就是這些後來 在總統搬機快要回來的時候 就把這些貨櫃給拉到停機平序了 可是明明總統搬機是個入境的航班 怎麼會有這個貨櫃要上機呢 也讓作業人員覺得很異常 那麼再來就是這些菸的貴號 根本不在卸在表當中 因為總統回來的按理來說 表定是有九個貨櫃 但是怎麼多了五個呢 也讓華航的作業員覺得太奇怪了 最後是他們裝箱卸箱 到了一半的時候 竟然有國安局的人員派人來說 你們不用忙了 我們來搬就好 這五點 當時都讓華航的地勤人 覺得太過奇怪了 但是怎麼能夠五度五關 通通都順利過關了 難道說沒有所謂的 後面有高層在指點 有可能嗎 我們想請教一下有志哥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都說 這個吳宗憲 他肯定是個代罪羔羊 因為不可能他一個人 能夠隻手遮天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麼所以說呢 是不是上級只是他要團購 所以呢 仕同作戰任務 少校可以拒絕嗎 吳宗憲就是一個辦案的斷點嘛 因為他也是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以前社會新聞常講那個肉杖桃 那個肉杖桃 如果肉杖桃你把它抓起來以後 整個整個整掛都會起來了 這個一定要變斷點 如果不變斷點 上面全部都糟糕了 所以他一定要用最重的罪來判 所以其實今天這個案子 你用貪污制罪條例來辦 我以社會記者的角度來講 真的重了 真的重了 會用這麼重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要設斷點 到他為止 儘管他交出來的名單 以他做斷點下面交出來的名單 就不會是完全真實了 這是很多要脫罪的方法 律師的策略 通常都是這樣 第二個你會看得出來 國安局長下台 你會看過有哪一個國安局長 國安局長等一下問敬平 那個是什麼樣的一個位置啊 怎麼會輕易的 因為9800條香菸下台 我覺得那個比例原則差太多了 史上只有兩個國安局長 因案下台 第一個叫做蔡朝明 因為什麼案 319槍擊案 第二個就是彭勝竹 因為722走失焉案 你不覺得這兩個案子 你怎麼比都 比例原則很怪嘛 太多了 因為319槍擊案下台 合不合理 合理 因為你沒有把總統保護好 因為722 9800條香菸下台 為什麼 一樣跟吳宗憲的功能 一模一樣 就是斷點 照國安局長下台 你們就沒有人再有意見 推出去扛責任的 對嘛 你們就沒有話講了嘛 這兩個一拔掉之後 肉杖桃一拿掉下面的肉掌 就可以四散了 大家趕快肉掌收一收 該斷的 該有的任何策略 全部把它蓋住 就沒事了 可是現在有很多點 其實可以抓出來的 譬如說 我們查出來一個吳宗憲 可以刷600多萬 那我以前 不是319槍擊案以彈追人嗎 以槍追人 那可不可以 以他的以前追人 有沒有可能 可能啊 645萬 他以前已經刷在那邊了 對不對 是誰讓他刷的 這個頭就是一個好頭 因為這不可能跑得掉嘛 誰可以幫忙 金管會 那金管會現在是誰的 民進黨的 所以你很難再去查下去了嘛 金管會會不會幫這個蠻 你預先銀行幫我把整個刷卡紀錄 還有整個核銷 為什麼會提高額度的經過交出來 他不做這事就沒事啦 銀行法規定銀行 不能隨便交這些資料嘛 那金管會如果願意 除非金管會出面去要這個資料 那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你國安局長都已經斷點了 金管會要出什麼手 那接下來其他的東西 包括645萬 你剛剛說的這5條 5大1.5條線 收網太快了 如果再往後再放出去 一路跟 跟到了總統府 然後整個發出去 或都已經唱 或唱出去了之後 那條線就更好查了 那有沒有可能 檢調人員再把後面這條線補足 那就是所謂辦案的黑塊嘛 如果再把它填滿的時候 那整個犯罪系統都連起來 全部都可以出來了 很快 就看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辦 這樣子的東西 甚至你有沒有可能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 那個國務記號廢案是怎麼辦的 就從幾個總統府的情感路線 對不對 什麼葉梅莉啦 常常出入總統府幫忙收發票啦 羅太太 不是也有什麼 跟幾個朋友大家什麼 從頭 從來都是總統府裡面 跟誰很好出的事情 一路辦 辦到一個這麼大的案子 那馬英九我們的事件 沒有耶 馬英九拒絕總統府 跟外面的人 有所有接觸 但是現在 你不覺得又聞到那種 你跟我很好 我跟你很好 你跟我是閨蜜 我跟你是誰那種味道 如果國民黨團願意 從這條線去查出來 可能會變成歷史上第二次 總統府出現的大弊案 就看國民黨團有沒有這個威力 所以其實金流都在那裡 如果從金管會下手去查 一定可以再查出更多的線索 只是要不要查而已 另外您剛剛提到一個也滿奇怪的 一般來說我們看走私的毒品 如果說調查局要去抓他們交易 一定是人贓俱貨 收網 對不對 一個出了錢 另外一個出了毒品 兩個人都在現場一起抓住 但這一次呢 這煙還沒有到這些人的手中 竟然就已經把這個大案給曝光了 接下來好像有點查不下去 怪怪的 而且總統府一直現在 釋放出訊息就是說 這是以往的漏席 那是一個以前的漏席 歷史工業 歷史工業 但是其實原因你自己想 這個是漏席還是犯罪 那個叫犯罪 既然你都已經倉污自罪條例來辦了 怎麼會是漏席 所以它的斷點第三個就是 用漏席來指揮辦案 所以檢調收到了總統府這個消息 已經訂掉了 這叫做漏席 到時候他用貪污自罪條例 通常案子你用殺人罪案 到時候變成傷害罪 很常常會有這種狀況 貪污自罪條例後來就用走私 20萬50萬交一交沒事 又沒了 所以這案子千萬 真的要靠真的立委 現在如果有國民黨團還在裡頭 還有各個委員會的影響力 應該要為老百姓追出一點東西 我要補充如果是漏席的話 那真是現在的做法 是青出於藍 更勝於藍 因為我是至少在四位來賓裡面 我是唯一一個跟馬英九總統 出訪過中南美洲 至少三次的隨行的採訪記者 對 那時候你有沒有拿到煙 你可以帶煙進來嗎 我在機上買過免稅商品 那我也看過特勤人員 買過免稅商品 但是當時的馬英九政府時期的 總統府市衛長跟副市衛長 都被交代紀律嚴明到 市衛長副市衛長都下令 特勤人員在這個專機上 回國的時候 長途這樣子跟著總統 好幾天一個多禮拜執勤 那風塵浦浦的回到台灣 有些可以開始休假輪休之類 他難免可以買一些免稅商品 免稅品帶回去給自己的家裡 你的親人 妻小老婆 太太女朋友可以 但是當時被要求 只能買一些什麼精品類的 比如說手錶 項鍊 一些精品飾品之類的 不准買煙跟酒 不准碰 所以當時我們在 市衛長直接下令 因為我們知道 通通不准買煙酒 我們在出國的時候 那個專機上 這個一定飛機 就跟一般的飛機 出國跟回國 那個空服人員 都會有一些這個 免稅品銷售時間 所以當時我們就會拿著 免稅品的免稅單 還有那個 他的那個塔克如古目錄來看 然後當時我也有看到 特勤人員就拿去看 然後他們就有長官說 交代不准買煙跟酒 所以直接是在飛機上買 而且我要強調 是人出去了 然後回國的時候 在飛機上買 才能夠順便這個 然後空服人員 再把這個免稅上面準備好 那為什麼我說清楚於來 是現在連飛機都不用飛出去 在11號 蔡英文總統出國以前 就可以先下單 當然現在是網路的時代 可是我覺得奇怪 我08年09年 10年 那兩三年跟現在19年 不過差個9年10年的這個時間 馬上就網路到 快速到這個 這個航空公司已經可以 你沒出國都可以先網路下單 可以下單就600多萬 然後就9000多條 而且還可以買煙品 以前是不能買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發生事情 說這是以前的一點小福利 回來買一點小東西 人質長期 可是這種福利擴大 為剛剛有志所形容的 變成一種犯罪 而且變成可以先預售 然後變成五度五官 然後渾然不知 然後甚至有這種被人家覺得 好像你在賺中間的利差的時候 這個就非常的不可取 所以如果說過去也曾經 這樣的一個習慣 現在也有 可是過去不是像你這樣大規模 變成一個做生意 好像錢出去或進來 國安發大財那種情況 以前不會有這種想法跟觀念 怎麼現在變成這麼好這樣 將本求利大發力士呢 所以永和世衛市 真的是歷史流明 因為他們太會創新了 竟然有這樣的創新的 一個最新的走私的方法 是我們的永和世衛市 發明出來的 不過我也想請教一下敬平了 因為其實 根據這個 吳宗憲少校的說法 他說呢 似乎是因為擔心 蔡英文總統沒有連任的話 永和世衛市會被解散 所以這一次要做一票大的 這個倒是 可能吳宗憲講出來 是為了保護他自己 跟保護上面的長官的話 但是也說明了 這一群人的這個焦慮 似乎這個 有菜吃菜 當沒菜吃的時候 可能改吃魚了 那能再吃魚的時候 能不能順順利利的 還有像以前這樣的一個 這幾年的光景 不知道 所以就大撈一筆 然後已經數量暴增到 9800條 甚至已經到1萬條 幾十鄉 乘十上百鄉 那其實永和世衛市 這個時候 你想想看 一個小小的吳宗憲少校 比他資深的長官 因為他是行政官 比他資深的長官 有這個中校上校 甚至少將中將都有 比如說 蔡英文總統的這個 永和世衛市 他的警衛市就有 內衛市主任外衛市主任 內衛市主任這個 林國欽少將 外衛市主任這個 陳義夫少將 都是資深的這個軍官 那永和世衛市 他是屬於國安局 特勤中心底下的一個機構 底下的一個 專門保護元首總統的 這個警衛市 那另外一個就是 和平警衛市 就是保護副總統 這個陳建仁 每次都會成立兩個 不見得國安局 還有國安局下面的 特勤中心 特勤中心下面的 永和世衛市 國安局跟特勤中心 這上面的兩層機構 都不見得敢管這個 永和世衛市 因為如果你打探說 你們去哪裡 你們做了什麼 你幹嘛 你這不是在打探總統的行蹤嗎 所以是不是被長官 被老闆灌壞了之後呢 如果是他們養成已久的習性 認為說明年反正選舉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變天 如果有變天的可能的話 是不是這時候 不大撈特撈一筆 然後光是這個 吳宗憲本人就被人家傳出 他不抽菸 但是他個人卻訂了自己的三千條 我是說那個名單 團購名單上 大家一起團購嘛 包括華航還有傳出 他自己的人頭就訂了三千條 他自己的人頭就訂了三千條 其他還有什麼 他叫出來幾十個名單 裡面都有第一些 包括還有買化妝品 就像華航那兩個貴婦 一個黃姓的空姐 跟資深的地形的 黃姓跟董姓的資深的地形空服人員 他們都有買這些東西 而且買的都十幾萬 所以這些人夾雜在裡面 是不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就是因為跟華航 還有包括永和世衛市 國安局特勤中心底下 這一群大內禁衛軍 這是總統等於是天子腳下的禁衛軍 在這邊幹著天子眼皮底下 完全看不到的勾盪 然後又再加上跟華航的高層 內神通外鬼 否則怎麼能夠把這些菸品 華航第一開始 他們在11號下單的時候 還沒有東西 還要到全省全台灣 各地通路信銷商去調貨 調好了貨之後通知他 還要放到華航子公司下面的 華山倉族的華山 他的一個保稅倉庫 這個都是要很有力的人士 VVIP 我今天講到VVIP 超級VIP才能有這個資格 放到那邊 然後再把五個專櫃 因為蔡英文總統回國之後 總統專機裡面只有九個專櫃 怎麼會九個專櫃的專門用的貨櫃 又多出了五個 而且那五個貨櫃是在飛機 拉到了B9的這個停機坪 國門停機坪的時候 總統要發表這個抵達 國門的這個談話的時候 那五個專用的貨櫃 就已經等在飛機下面 飛機上面還有九個 那九個跟這個五個貨櫃的這個專櫃 它的序號又不一樣 它的這個卸載的編號也不同 難怪讓這些地勤的處理人員 一開始覺得很奇怪 等到國安局人員來說 你們沒事了 我覺得好像是在看一些古裝劇 和看一些電影 你們沒事了 然後換著一些人 穿著地勤的服裝 你們走吧走吧 這我們來處理 萬一連那九個總統的專櫃 也被調包的話 那還得了啊 所以這國安局 螺絲鬆到不可思議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把人家趕走之後 他們來處理 然後調查局的人 我也佩服他們 收到檢舉之後 守株待兔 因為他們對國安局之間是疊對疊 國安局其實是八大情治機關之首 這個有志一定很清楚 他們是統合所有台灣國內 所有情治機關 那調查局又不能跟國安局講 因為調查局每日的情資 要給國安局匯整 國安局的情資匯整 大家的情資再給總統看 那這個時候 調查局掌握了這個情資 你要不要跟國安局講 你跟國安局講 不是國安局知道的嗎 所以我相信調查局 在第一層一定把這個情資隱匿了 這個麗娜 我們明天要去跟蹤 這個情資不要跟國安局講 我們先去 你現在看那種電影疊對疊 調查局跟國安局疊對疊 然後在外面的 機場附近的航站南路去埋伏 等到車子 舞台貨車 舞台貨車 總統府派出貨車出來了 藍車趕快收出來 人張閉貨 才抓到這一起走私的大案 所以你不覺得說 這一起自家人反自家人 就好像我們真的在看電影裡面 這樣一個是港片之前 一部很流行的韓戰 那個自家人鬥自家人 那種精彩絕倫 下次可以考慮 找電影公司拍成電影 這部片如果不拍出來 就對不起我們台灣的影視財 產業的發展 對不對實在是太精彩的劇本了 不過我也想請教一下麗娜 因為其實真的是滿誇張的 就是說這件事情看得出來 有很多很多力量的介入 包括了華航是不是還在說謊呢 因為如果沒有華航的放水的話 什麼東西可以放得進 這個華膳倉庫的保稅倉庫裡面呢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很誇張 因為其實上網是買不到煙跟酒的 那這筆訂單到底是華航的誰幫忙 他們去下的訂單呢 是 剛剛講到 靖平講到說那個 到底這個部分 他 現在目前的狀況 是不是就是 真的就是 調查局跟我們國安局的部分 是 互相分開的 但我感覺上 事實上如果沒有黃國昌的爆料 也許這一段 這一段到後面怎麼發展不一樣 但是我也覺得有可能 調查局也是為了要安立委的心 然後呢 在這一段 這一段 非不得已的狀況底下 他只好去 在這個地方就做了一個止血 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都發現他 事實上他可以再晚一點點再查 他可能會查得更多 那為什麼在這個點上 他就把它卡掉了呢 這麼急著讓這個案件曝光 對 已經知道 如果再晚一點 他會掩蓋不住的東西會更多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之前是誰屁護他們 之前是誰屁護他們 讓他們可以做這些事嗎 對啊 對不對 如果說沒有很多的幫手 這裡面不是 誰的背景那麼硬啊 不是有這麼多的幫手 有可能就是吳宗憲一個人 然後他就說 打電話說我要訂多少 大概一萬 一萬條的這個香菸 然後這樣就可以訂得了嗎 我們大家 大家都可以試著去打電話看看 那我們明天打電話 華航要不要給我們訂啊 對 不可能吧 如果說以他的這個管道來講的話 那如果不可能 有沒有別人去講了嘛 是誰 誰給他們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讓他們可以訂一個就是 本來在他的那個網購上面 是步行的項目 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辦法打電話去說 我要買香菸 為什麼他可以 所以一定是華航內部高層 對不對 華航內部高層是誰啊 那有沒有人應該會說出來 就說是誰 那如果到這個時候 你就告訴我說就沒有了 就只有到這裡 那民眾要不要相信他 好 到底誰應該要出來解釋一下呢 我們可以看到 華航的這個保稅倉庫 華航空除的董事長葉菊蘭 是不是應該出來解釋一下 東西是怎麼進去的呢 另外這一次總統專機的這個主要的 主導的這個任務的就是華航的資深 副總羅雅美 她曾經是邱毅人的機要 還有一個負責免稅品的 她是這個華航空評部的副總邱章信 這麼剛好她是民進黨立委邱毅營的包弟 那麼尤其是這個羅雅美 據說呢2016年小英專機出訪的時候 在這個飛機上看到她很親切喊她一聲小美 就小美這兩個字喔 據說讓她呢馬上從子公司的經理 可以說是四級跳變成了母公司的資深副總 莉娜 羅雅美的故事大家也都聽過了 那她是邱毅人的機要 然後從邱毅人的機要 一路上面這樣子上來 其實前面做的都是政治相關的工作 那但是呢能夠升到這個 現在到了這個資深副總的這個位子 而且是在華航 那我覺得這個如果沒有特殊關係 真的也很困難 那從這整個過程裡頭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個東西要進到華山去 放到華山去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是一個保稅區 那保稅區就是我必須 什麼東西都必須要有紀錄的 就像你任何東西進了海關 那要出來要領貨 它都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所以呢你保稅區的東西 它照道理來講都要有紀錄 是誰這麼大的膽子 訂了貨在這個地方原封不動 等到那個飛機 總統的飛機再飛回來的時候 你再把它拉出來以後 然後呢重新好像把它當成 它飛出去再回來一樣 然後再讓它領貨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 充分的華航內部授權 從訂貨一直到華山的配合 是沒有辦法的 但所以華航內部最大的這個 就是去受益的人是誰 華山裡面所接到這個命令 願意去執行的人是誰 這些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人講啊 所以從那個吳宗憲的點 就要去斷掉 所有的民眾能夠信服他嗎 所以剛剛有志講的 是陋習還是犯罪的這件事情 是誰說了算 是誰說了算 那如果說總統府從現在解釋 就要一直講說 他是從以前馬總統的時候 就是陋習到現在 那所有的民眾所看到的 就是說這件事情如果是陋習 其他的人如果做了以後 將來也都沒事嗎 尤其是在總統府裡頭 是不是 那如果是犯罪 他的定義如果是犯罪的話 那總統你要不要查 這件事情就變得嚴重了 所以如果從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華航的這個整個系統裡頭 的確充斥著很多人都跟 現在很多的系統裡面 是有強而有力的連結度的人 那這些人是不是有可能 他去當時做了一個 就是上面的受益 讓這個這件事情 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能夠行得通 那所以這些人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被點名出來 我們所知道的是 50個人去做了團購 這50個人呢 名單所有的大眾 也都不清楚是誰 那為什麼這50個人可以團購 他又是誰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 閨蜜系統的產生 貴太太啦 然後呢可能連結的 就是在華航內部 還有很多的人士 那甚至還有沒有可能 更高層的部分 形成一個 閨蜜系統的可能性 那所以呢 像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它竟然可以大剌剌的 從我們國家的這個 在這個海關的這個 後門裡頭自由的進出 這種的狀況 該怎麼處理 等於說我們整個 國安的系統 海防的系統 已經都是整個瓦解的狀況 那這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應該不只是漏洗而已 所以該辦的 我奉勸大家 還是要辦下去 所有應該要承擔責任的人 應該要給人民一個解釋 所以這50個人的團購名單 恐怕還不是最終的名單 因為吳中信一個人 訂了3000條的香菸 不過講到這個貴婦團 這個名單目前看不出有貴婦團 倒是看出有兩個華航的 這個地勤的人員嗎 怎麼也跟著一起買了許多的這個 包括像是這個包養品 化妝品等等的精品呢 君君 這真的是好讓人羨慕 其實我這次也剛好出國 然後出國的時候 我也剛好遇到吳中信憲哥 然後憲哥還給了我一張 他簽名照 所以我國外朋友跟我 始終憲非比 終憲是同一個人 跟我的朋友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一口咬定 一定就是綜藝天王吳中信 因為不可能是國安局嘛 結果你知道多丟臉 真的 所以我覺得722可以定為國齒日 真的讓人覺得毫不可思議 不過話說回來 為什麼這群人敢做這樣子的事情 表示他們覺得沒什麼嘛 表示他不覺得是犯罪 他才會去這樣做 那我覺得社會風氣敗壞到 到這樣子的地步 真的是小的不管 都出現一個大皮漏 然後我覺得我很尊敬國軍弟兄 可是我現在真的已經不知道 這個軍人弟兄在做什麼了 以前我們聽到說米蟲 我們覺得心裡很不捨 可是你看現在國軍不是走私 然後就是看直升機 在人家的農舍上盤旋 我真的不懂 到底現在的這個軍人弟兄在做什麼 我到底要怎麼在辯護這兩個字 米蟲 還是說是不是因為軍公交18%拿掉了 所以才要去賺一些這個零頭小利 我就真的是很不能理解 可能是上級命令 視同作戰任務 所以什麼奇怪的魅力都要追蹤 也只能追蹤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